那事前避孕藥呢 它比較適合你會記得服藥 可以每天按時服藥的人 你的保險套破掉了 擔心有懷孕的風險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建議使用事後避孕藥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避孕環它還是有一定的機率會掉出陰道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妮安 避孕很重要 除了使用保險套之外 使用避孕藥也是一種 還不想要保保時可以採取的避孕方法 有些人甚至會把它用來改善驚奇的不適 但是避孕藥要怎麼吃 避孕環又該怎麼使用 如果你想在過程中到過程後 一直快快樂樂 happy happy 那你千萬不能錯過今天的避孕知識 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事前避孕藥的主要成分是磁激素跟黃體素 用於抑制軟潮排卵 事後避孕藥則是比較高劑量的黃體激素 用來延遲或是抑制軟潮排卵 那由於藥品的劑量比較高 相對來說也比較容易有副作用 避孕環是一種含藥透明的環狀物 由於是經由陰道黏膜局部吸收 含有的荷爾蒙藥物劑量也是比較低的 避孕藥屬於處方用藥 使用之前一定要諮詢相關的醫師 請醫師評估什麼樣的避孕藥品 以及避孕方式是比較適合你的 如果你正在使用其他的藥品 也一定要告知你的醫師以及藥師喔 事前避孕藥主要分成兩種 一個是21顆裝跟28顆裝 那其實他們的主要成分都是一樣的 有效的藥物都是21天 多出來的這7顆其實是營養劑或是安慰劑 那它的目的是要幫助你 比如說你比較容易忘記吃藥的人 你可以每天的服用不需要記停藥的時間 如果你使用的是21顆裝的藥品 要在用藥後停藥7天 才可以再使用下一盒新的藥物 第一代的事後避孕藥要在72小時之內使用 第二代的事後避孕藥 則是在120小時內使用都是有效的 那由於它是比較高劑量的藥品 容易造成荷爾蒙的混亂 所以不建議大家長期的使用喔 如果你忘記吃你的事前避孕藥 在12小時之內是可以補吃的 如果你忘記一天 那隔天必須要吃兩顆的事前避孕藥 如果忘記兩天 則是連續兩天使用兩顆的事前避孕藥 如果你已經忘記三天 就已經不適合使用這個方法 要改用其他的避孕方式 直到下次月經週期來的時候 再開始使用新的藥品 事前避孕藥可以用在調整月經週期 改善經痛或者是幫助荷爾蒙 回到正常的狀況 不管你用藥的原因是什麼 都要切記 依照醫生的避主正常使用喔 避孕環可以在醫院診所或是藥局購入 一個的價格大概是600塊左右 需要每個月做更換 那正確的使用方式呢 首先要洗乾淨你的雙手 然後拿出你的避孕環 找到一個你比較舒適的姿勢 你要坐下躺下 或者是蹲下都是可以的 把你的避孕環擠壓成這樣子的八字型 就是先把它捏扁 然後呢這樣子推推推 放到陰道內就可以了 避孕環再放置三週之後呢 要取出休息一週 直到下個月再開始使用新的一個避孕環 那不同的避孕方式呢 他們還是有各自的差異 像是事前避孕藥的話 它是需要每天定時的服用 事後避孕藥呢 則是在性行為之後 那避孕環呢 需要每個月進行更換 正確的使用呢 其實都是有足夠的避孕效果 可以達到98到99%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事後避孕藥呢 由於它的劑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相對來說 會有比較明顯的副作用 也是我們比較不建議長期使用的 那事前避孕藥呢 它比較適合 你會記得服藥 可以每天按時服藥的人 以及你不想要使用侵入性的方式 去進行避孕的話呢 就比較適合選擇事前避孕藥 那事後避孕藥呢 我們比較建議在突發狀況的時候使用 比如說你的保險套破掉了 擔心有懷孕的風險 這個時候我們才會建議使用事後避孕藥 那避孕環呢 比較適合比如說你 作息不規律 常常忘記吃藥的人呢 就比較適合使用避孕環 作為你避孕的方式 那要特別注意的是 避孕環它還是有一定的機率會掉出陰道 這個時候不需要太過擔心 只需要將你的避孕環 用乾淨的冷水沖洗乾淨並且擦乾 在3個小時內重新放回陰道內 一樣可以保持相同的避孕效果 最後要提醒大家 很多人認為 吃了避孕藥或者是裝了避孕環之後 就可以安心受精 那這些方式呢 都只能達到避孕的效果 不能防止性傳染病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吃避孕藥 或者是裝避孕環 都要記得再戴上保險套 才是安全的性行為喔 關於避孕 一定要事先準備 剩餘事後補救 因此不要怕麻煩 不管你使用的是避孕藥 避孕環 或是保險套 都要事先做好準備 確保安全的性行為 才可以為自己的健康做好把關喔 關於避孕 一定要事先準備 準備 準備 對不起 因此不要怕麻煩 不管你是才用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忙按個喜歡 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